第二种就是通过摩擦的方式来发车上弦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手腕手臂的力量 向上去摩擦球 而不是往前去推拱这个球 拍面就要稍微的测一点 有一定的斜度 大家看一下 有一定的斜度 摩擦球的右侧下方 并且球拍从下往上带起来 这样摩擦起来 这样才能带有强烈的上弦 我稍微来示范一下整个动作 也是不做完整动作 大家来看一下手臂的动作和刚刚的区别 拍面从下往上 测一点 摩擦球 那这种通过摩擦的方式来发侧上弦呢 可以发出不出台球 发出台内球 这会我们后面同一个动作发出侧上侧下弦球呢 做了很好的铺垫 那么在发这种球的时候要感觉把球吸住 并且把球带起来 向右上前方带起来 摩擦起来 那这种球会插得比较薄 而不是像我们前面那种拱的方式是撞过去的 撞得比较多 对吧 摩得比较少 这种球摩得多 撞得少 把球感觉是带起来的 这样带起来的 这种侧上弦的发球呢 要把球插得很薄 在球体的边缘去进行摩擦 从下向上进行摩擦 而不像前面撞得很多 是把往前拱的推的很多 那要把球插薄 我们尽量要减少向前方的用力 而是往侧 往我们的右侧上方提起来 提起来 动作幅度呢 可以稍微大一点 而且挥拍 一定要快 手臂快速的向上提起来 我们想要把球发出不出台 低跳的落点 尽量的向前多靠一点 对吧 如果说你的低跳太靠近端线 这过往的弧线不够 容易下往 因为我们整个用力 向前的用力很少 主要手臂呢 是向上方用力 那么这个向前的力量 我们腰的转动可以带出来 所以整个手臂是放松的 是完全放松的 不向前去用力 我们要感觉把球吸在拍面上一样 把球兜起来 向上兜起来 向前的力才能减得够少 才能保证它不出台 好 当你体会到可以把球吸住 连在拍面上的感觉以后呢 基本上你可以发出半出台的球 因为想发出两跳不出台很难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一点 就是很多人在发侧上旋球的时候 容易导致漏球 为什么会漏 因为在影拍的时候 它的拍面 力的太多了 勾的太多了 成了这个角度 所以当球落下来的时候 你的球拍根本就没有接触面积 当然会漏 所以我们的整个拍面的角度 不要掉得太狠 稍微测一点就行了 测一点就行了 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球拍有接触面积 影拍的时候测一点 然后在摩擦的时候可以往上这样提起来 把球发转很重要 但前提条件是我要能碰到球 一味的强调撤 所以导致漏的很多 好 这一集的视频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下集给大家介绍一下反手侧下旋发球 以及反手侧下旋与侧旋发球的迷惑性动作 感谢观看